蜜桃般的羊羊到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陶太郎 同天同天在一個小村上 做了一位老太太和老爺爺 老太太和老爺爺 老爺爺就先上砍柴 老婆婆去河邊洗衣服 然後就遇到了一屋個大桃子 全部的 老太太就直接把桃子搬上來了 他準備把桃子切開了之後 酒店也開了 裡面有一個小的 他用桃子裡通通的這一組叫做 陶太郎 陶太郎很快的就長大 村莊裡有時候會有 妖怪試圖偷取別人的容許 於是陶太郎就是鬼 打扮得要 打花藥物館 老婆婆幫他準備了飯糰 他就在路上遇到了 三個動物夥伴 狗 還有刺雞 還有猴子 陶太郎摔了小的飯糰給他們吃 是 大家吃的金金有味 他把 鬼 他把鬼 打 他是 鬼就把所有的金金白寶都還給他 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說完了 拜拜